那N函数呢,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也是一样 先在业绩考评这边先做那个插入函数 那这边有条件 销售量必须要大于20 而且销售额就销售金额 必须大于8万 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成立的话 它的评价才是有 反之就列 那我们这地方在插入函数里面 用传统原来的方式就是 一幅 那有两个逻辑的话 通常我们会自己打 或者是说你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使用 第二次使用函数可以从这边 然后其他函数去找到那个逻辑里面 会有个end对不对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们第一次使用函数用前面 第二次使用 第二次以后的话用这个小箭头 它会自动帮我们把函数再放在函数里面 那如果你还要再使用的话 再用这个箭头 第三个第四个 所以你可以做很复杂的逻辑都没关系 那当然你可以自己打了 不过我是觉得它这个视窗做的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 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什么 销售量必须大于20 然后第二个逻辑是 销售金额必须大于8万 这两个条件都成立的话 才是优 反之就是列 那这两个条件输出之后呢 因为一幅的公式还没完成 所以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会产生错误 没关系按确定之后 再把游标移回到一幅 再插入函数 它就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刚刚做完的公式带过来了 这样的方式 比你自己key可能会来的 更方便一些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自己key 自己key上去的话是end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中间加逗点也可以 然后呢 如果true的话呢 就是u 反之的话就列 所以我们打一个u 反之就列 两个条件嘛 对吧 u列 ok 好 两个条件 那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u往下 ok 列 这个因为他这条件没成立 这个条件也没成立 那这个也是没成立 这也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他两个条件判断